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平时生活中接触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然后周周是我认识的 应该是为数很少的比我年纪小的人 所以他会给我一种很想保护 然后很想爱护很想咱们他的感觉 那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 就是从认识之后发生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或者是比较尴尬的事情 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还蛮多的 就像我们 大家会在网上看到我们一些彩排的视频 什么的 其实刚开始还是会比较尴尬的 但是我们在慢慢适应最份尴尬 我觉得就是我们因为平时排练嘛 然后因为要增进感情 然后我跟顾海也就是锦鱼 我们一直是睡一张床上 哦 真是爆料 对 为了要增进感情嘛 因为要更加入戏 然后我第一次和他睡在一块的时候 我其实特别紧张 我睡到边上 我特别害怕的 然后我动都不敢动 然后后来我就睡着了 然后第二天醒来我发现我是这么睡的 他在床边也是这么睡的 那现在呢 现在 现在我们就 大手啊 早安时代的 就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了是吧 对对对 那就是想问一下锦鱼 那我听说这个顾海是一个很难演的角色 那剧中他是在小说里面对百乐音几乎是百依百顺 那你能觉得你能演出这种痴情吗 嗯 我会 我会全力以赴 那您觉得比较难的地方是在哪里 比较难的地方 对 比较难的地方 可能就是一些心理系吧 心理系 因为我之前 没有接受过别人的培训 所以 而且我们的感情又 很细腻很微妙 所以我需要 把我的眼神啊 或者神态上面的一些东西我要加强 这样 就是说自己也在私底下做了很多的努力 对对对对 一直在学习 好非常用功啊 那想问一下魏周 那你觉得 白露音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演的角色 他呢 在小说里是被顾海各种占便宜啊 然后各种占便宜耍流氓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 我挺吃亏的 然后 他会全力以赴 那我也一定全力以赴 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 好 那聊一聊 你们在拍戏之前 有做一些哪些准备工作 有吗 有 哪方面的呢 在拍戏之前呢 我书读了这个小说 然后也书读了剧本 因为这个白露音这个人呢 他的字特别好看 然后我也特地去练字 还有就是 我为顾海 吃了一条围巾 哦 是在私底下吗 对 哦 吃了一条围巾 道具 道具的围巾 顾海有看到吗 顾海都戴脖子上 我以前自拍了好多了 是吗 也是非常喜欢是吧 那你在这部剧 这部剧拍摄之前 有什么准 你做了哪些准备呢 顾海在这部剧里呢 是一个 体力 应该是超出白人的一个 这么一个年轻人 所以我为了 能演好这个决策 我每天都在很疯狂的锻炼 是健身 是吗 那现在觉得这段时间之后 有没有体力加上了很多身体啊 各方面 那一定会有啊 因为我有很重要的活要干嘛 好的啊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 那想问一下 我们这两位帅哥 那听说你们是年纪非常小啊 刚上大一是吗 对 对 那刚上大一怎么会挑战单美剧呢 因为 我们都是缺别爱的嘛 然后非常热爱表演 同时也想去 努力尝试演艺不一样的人物嘛 那封松之前有没有接触一些类似的 呃 一些经历啊 或者是挑战 包括就是你之前有拍摄 或者是 呃 做平面有吗 呃 没有 但是我看你 因为我看我朋友 他手机的那个桌面 上面就是你的照片 哦 对你很疯狂 对的对的 你有之前拍摄就是一些平面 或者是这样的照片吗 呃 有拍过 有拍过是吧 有拍过对 哦 那你们两个是怎么被剧组选上的呀 呃 是因为我们当初 呃 我们有个朋友是摄影师 然后我们就拍了一张照片被 剧组看上了 觉得很合适 是你们两个人拍了一张照片对吗 对 哦 这样是 是什么样的照片 就是 给我们形容一下 哈哈 就是一张我 呃 呃 是非常亲密的照片 那你再把这个动作做一下 给我们看一下 哈哈 就是 就是这样吧 雷斯 哦 这样亲密的照片 那就是在剧中 可能就是 呃 这样的关系 包括你们在看过剧本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感觉 感觉 挺好的 感觉就跟我们 感觉 就跟我们平时一样啊 因为我们平时也是这样相处的 就是关系很好 对吧 对 那在这个拍摄之前有没有做一些准备 那在这个拍摄之前有没有做一些准备 准备就是 偶尔就是 就是 站在身旁 然后 注意休息 尽量的去调整自己 尽量的去调整自己 是吧 对 那沉稳呢 我呀 就是 呃 被剧本了 然后 尽量 让 往我跟他之间的 在戏里当中的感情 靠近 因为有时候 有些点 我们没有达到 就是 还在更加努力的去接近剧本当中的状态 是吗 那好 那我还想问风松一个问题 那 你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校草 你看你长得这么帅 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校草 你觉得自己帅不帅 我感觉我自己挺帅的 哈哈 哈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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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草 我到底是不是笑草 这个 还需要其他同学的评价 和意见 啊 好 非常好啊 那 还有就是 我听说 许维周和黄锦鱼真的是 各怀残意 都是深藏不露 那 许维周也是 不仅会编曲弹唱 也是跳了十年的拉丁舞啊 然后锦鱼呢 也是上海的 柔术冠军 是吧 这是从小就开始学的吗 两位 这是 青年之后开始学的 青年之后 那这个会不会 因为柔术是很练韧带的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柔术 我们全称叫巴西柔术 是一种格斗技 对 现在国际上特别流行的人种 哦 那要不要跟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呀 这个我们 后面会在剧中有很多的展示 希望大家 关注我们想听话歌曲 好的 非常好 非常感谢四位精彩的回答 那在剧中呢 有一个是 让黄景瑜非常难忘的一个记忆 就是有一首歌曲 对白露音和雾海的感情 就是说可以发起到了 发展很推动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这首歌就是 我只在乎你 那今天在现场的两位主演 也将给我们 呃 进行表演这首歌 好 那请我们风松和陈文先入座 接下来有请 许维舟和黄景瑜为我们带来歌曲 我只在乎你 大家掌声欢迎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也许以前某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心甜肉蜜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记忆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情 失去生命的力量给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谢谢大家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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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大家给你的一个惊喜 怎么样 景瑜惊喜吗 很惊喜 你之前完全没有收到通知啊 今天是我们网络剧上瘾的发布会 同样也是我们主演黄景瑜的声音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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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许愿吧 这是蛋糕 来 我们现场所有人给大家给景瑜一些掌声好吗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那我喜欢乐王 我要吹一下这个鲸鱼吗 可以的呀 好 谢谢 这样乐王就会实现了 对吧 好 那也祝我们景瑜今后的演艺事业越来越顺越走越远 那今天呢 很多小伙伴都是为了你这个生日的惊喜 准备了很多 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大家能帮我过生日 我心里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 因为平时自己很少过生日嘛 所以 其实每一位想到我生日的人 然后谢谢大家的精心准备 我会努力好好演戏来回报大家 谢谢 谢谢景瑜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开机启动仪式了 那有请工作人员推冰挑上台 那有请所有的主演以及导演 就是一种祝福 有请我们工作人员登上红酒 把我们两个人拿一瓶啊 对 两个人拿一瓶 待会儿共同开启我们的启动仪式 稍微离得近一些 嗯 然后到到这个跟前来 嗯 来同时启动 祝我们的网络剧上野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好 现场给一些掌声鼓励一下 好 感谢 请九位主演以及导演就做 站的靠近一些这样方便大家 来 好 祝我们的网络剧上野能够越来越火热 受到更多观众的支持和喜爱 再次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观众以及嘉宾媒体的朋友 好 掌声鼓励一下 好 掌声鼓励一下 再次感谢大家 请入座 内容 vomit 呀 嗯 呀 溢 谢谢观看